握橫板准备發球這個就是騰宜 握直板那個就是世界冠軍江家梁 騰宜一開球馬上一個快壓迫著江家梁的賣身那裏 兩個人握的方法完全不同 一個握橫板 騰宜握橫板 這個江家梁就握直板打快攻的 兩個都快對快 兩個 因為如果照兩邊打來講 應該來說快壓一定是好似握橫板的兩邊攻的 比較好 但是江家梁因為新德世界冠軍 自不然氣勢好一些 還有騰毅本身他的打法也是比較特別少少 除了說歐洲那種形式之外 他一開球這個球就想搶攻 搶攻意識也是亞洲的搶攻意識 很厲害 還有他桌子裡面的處理力都相當好 他打球的時間快 也是打一起那個時間的球 是起上升初期的法力打的 這把球的體準 江家梁一打近身已經閃定身 整個大臂拼過來的 江家梁發球 那騰毅一個反手 這把有表演賽的關係 就是不是打得熱身不夠 沒有這麼認真 大家也要看 為什麼我說他熱身不夠 因為如果他打世界賽 通常大家觀眾就有可能不知道 他們比賽之前 在裡面室內的練習場已經是在練球 現在表演賽肯定沒有練得那麼久 所以熱身就不夠了 尤其是歐洲的球員 尤其是歐洲的球員 他們打世界賽 竟然間熱身整個小時 所以一出來打的水準這麼好 變成全國人影響緊張 鼻肌狀態 對 本身已經是熱身得很好 相反 表演賽我們大家都看到 開頭的時間 大家熱身不夠 暫時有一層毅領先 8比4 再拿多分 9比4 仍然是他發球的 仍然是他發球的 但是他不攻 給一個機會是江家良攻 然後一個反手 快撥直線 哇這次變得真是快 大家看到 藤毅的近況很好 這把應該再撥直線 因為他站的位置 就是左腳拉到後 反圍打橫線沒有那麼好 6對10 仍然是江家良發球 6對10 一有機會 打到藤毅 離桌放高球 藤毅也是 離桌打反攻 是相當好的 在桌面那裡 很可惜 大家也看到他摸摸的肩膀 就是熱身不夠 這麼大力 很容易會拉傷 是拉傷的 一放高 立即發 又再放 給江家良殺 剛才類似 再下 好球 一個假動作 先讓球 先空 然後反手再打 充分表現他們的動作 純粹 平時訓練有數 這個球看準 先仰仰仰仰 然後再打 通常運動員被他騙到 是啊 好球 好球 原來江家良發球 這樣純粹表演性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看 他打的位 就是 照我看 他這隊的表演 因為快攻守表演 沒有那麼好 當然最好是一攻一守 因為平時你打習快攻 你根本很少有機會守球 這樣反而好看 大家鬥攻 好 有機會江家良 江家良這隊 又是這樣的問題 表演性質 如果殺下去 肯定有可能打回頭 嗯 因為他跟正式比賽的時間 力度完全不同 速度力量都不同 變成棋位失了位 這兩個都打得相當快 那現在變成江家良 反而領先14比12 領先2分 1個高球 江家良也不是重板 所以藤毅放得不是很桌尾 放在桌中間 也是中間 又夠了 肯定夠了 這些球很容易救 他們來說 再放高些 這八一變線 空了 江家良自己也笑一下 這個球不應該變得那麼大的 表演性質 空了 如果打回中路 他就夠了 中路他反手 夠了 像這把 到的時間 大大板也夠了 那邊空了 江家良竟然殺到角 如果先打一把中路 肯定是藤毅夠了 然後快打就好看了 接著這把直線很可惜 打快一點 如果比賽的時間 打快 到桌就相當精彩 點子很漂亮 下得 16比13 領先3分 藤毅又不攻 讓江家良先打 對方這樣打得更好 照我看 藤毅熱身也是不夠 發力的時間 發得不太好 尤其是他如果打橫板 他的動作比較大 後體 變成臂的時間 肩膀 肩膀力很容易拉傷 如果熱身不夠 就這樣發力 好球 你看一旦的時間 第一時間 就反手快攻 追近一點 藤毅正在落中 15比17 這把反手打得太快了 想撥一把直線 球還沒彈 他已經起了手 再輸回15、18 這把反手迫著 他不發力推 又放高球 放失了 這次 失多分 15比19 江家良笑口細細 也有可能 因為世界賽 打得太過累的關係 所以覺得 比較常 打來的勁度 沒那麼好 因為打完世界賽 大家都根皮力斷 還有這麼多場比賽 中國隊更加要打 男子團體 都被男子單行 一直殺進去 五個單行 他們都有參加 還有 又來到香港 自然 有些酒會等等 拜訪 消耗體力 都不少 現在 現在 江家良發球 20比17 是領先的 一開始 就拿到機會 很可惜 這把扣殺了出界 20對18 江家良 已經是兩屆的世界賽冠軍 另外也拿過世界盃的冠軍 現時 世界排名第一 藤毅 就拿過亞洲賽的亞軍 剛好在深圳舉行員那場 現在 鬥表演 真的 這個球 藤毅以為 走過來 和他換位 很可惜 江家良 板殺下去 不能換位 聽完客戶的話 之後 還有女子單打 和男子單打的比賽 因為中國是對香港隊的